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究竟如何分辨JOMERON的真价 我知道JOMERON應該是很多小資料 都希望可以得到的香水品牌 但JOMERON的價錢真的不便宜 目前的定價分別是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會上網找人代購 或者是上網一些平台賣的 可能是蝦皮之類等等 因為我實在聽過太多人說買到假貨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說幾小碟子 讓大家可以更容易分辨是真還是假的JOMERON香水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和JOMERON有什麼關係 我在這裡再說一次 就是我之前在JOMERON上上班 所以基本上我對JOMERON這個品牌是非常熟悉的 就算我現在已經沒上班很久了 但是由於家裡有非常多JOMERON香水 基本上他們每一年出香水 只要我喜歡的味道我就會買 加上之前我自己也有讀一個調香絲的課程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調香絲來的 好 但這個不是重點 反正我就是希望大家就算不經常接觸JOMERON也好 都可以很容易分辨JOMERON的真价 首先第一樣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價錢 普通100ml的話在香港賣1,100元港幣 我之前拍過這條影片 分享過我有很多JOMERON香水之後 我看到很多人也有DM問我 就是我看到一些JOMERON香水很便宜 可能半價 甚至乎可能是三折四折 那要不應該買呢 我的答案是不應該的 那就算上網自己的員工 他們是有員工優惠的 但是最多都可能是八折或七折 所以五折以下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之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可以用價錢來分辨 那第二個就是包裝問題 那我上網看到有些人說 紙袋或者盒的顏色 真貨和假貨是會有一點色差的 就說假的黃一點 真的是比較淺黃一點的 但是根據我自己以前的經驗 就是批切的問題 因為曾經試過有一次 就是完全是改用了第二種料 所以顏色上是有分別 但我不知道現在也沒有相同的情況 但是以前呢 就算是在counter裡面 都是有不同顏色的紙袋出現的 所以我就覺得不可以單憑紙袋的顏色來分增加 然後紙盒方面 本身中文用的包裝就是一個盒裡面 他們會塞一些黑色的T-shirt paper 再放香水或者其他產品 這樣去固定產品 然後第二個方式就是 紙盒裡面會有一個紙的架來固定產品 那你跟著不同的形狀 這樣塞進去就可以了 那我那時候就有這兩個做法 但是我上網看到 有些人說裡面會有一個海綿的架 這個我不太清楚 所以遲些我回香港 然後我會去中一個洞去求證 然後就是香水的顏色問題了 中文的香水就是這樣透明是完全沒有顏色的 另外就是這樣黃黃的的 然後就是香水的顏色問題了 然後一起拿就很大方便 那香水的顏色也不可以代表香水的增加 因為製造香水的原料每一批都不同 那因為有些製造香水的過程是 用天然的物料去提取的 那所以那個顏色就是來自於去提取的那批的原料 如果那個顏色可能深一點的話 就會出來就會這樣黃色 那如果它是那批沒什麼顏色的話 就是這樣 就像Jum'Long Red Roses這樣 它本身就是粉紅色 但是有時候它會淺色一點 有時候會深色一點 就是因為 根據不同批次的紅玫瑰 那都會有影響它的顏色的 那所以呢 大家是絕對不可以看顏色來分別它的增加 因為香水放得久 都會慢慢變黃 那所以譬如這支Pione 它本身沒有那麼黃 但是因為我放得都很久 所以它都是變黃了很多 它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香水的顏色 那接著呢 在香水的外觀上面 其實都可以看到 真還是假的 那首先就可以看它的蓋子 它的蓋子是很緊 非常之不容易掉 就是這樣拿著它的蓋子 是完全不會怕它掉下來 全部都是可以 就這樣拿著蓋子 是沒有問題的 對啦 是不能這樣搖也沒有問題的 對 有一點點這樣 你會感覺到有一點拉扯的感覺 這個大支100ml都是拉扯的力度 因為很多假的 我看到在網上很多 可能因為造工問題 或者是我不知道其他原因 它這個蓋子是很鬆很容易掉下來的 接著呢就可以看它這支管 它這支管不會太長不會太短 它剛剛好去到這個角位就停了 就像這30秒你都會看到它剛剛好到底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吸管這個位子 有一個白色的頭 我找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早前我就去買其他香水了 那我就看到這一支 是不是眨眼會以為是Jomalong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Jomalong來的 應該是韓國牌子來的 因為我在韓國的藥妝店買到它 它無論整個包裝 它的紙 它的設計 以及它的香水名字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 不是Jomalong 就真的不是Jomalong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支管 很明顯相比之下 一看就知道這個 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這支是沒有那麼順眼 這支是順眼很多的 那就是因為 的而是 不同牌子的關係 然後我剛才不是說 這個噴頭應該是白色的 但是我上網找過 現在可能有些假貨都是會特意做白色的 做工都開始越來越好 所以這個頭也有幾個白色的 所以這個未必是一個好的分別方法 然後打開Jomalong的香水 看這個噴嘴的位置 每一個Jomalong的香水的噴頭 它都是 你不會覺得有瑕疵 你不會覺得有瑕疵 但是這個非Jomalong的 你會看到 這裡是有一點點空隙的 那不是說Jomalong的香水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噴了的問題 其實是 有機會出現一些刺貨 可能它這個頭鬆了出來 或者它這支管 整支掉了 那Jomalong的香水是有機會有這些問題的 但是 很少 而且Jomalong的香水 全部這個位置都是啤死了 你是怎樣扭不開 你選擇拔都拔不到 那有些假的Jomalong 它這個位置是拱的 看到那些一看就真的假的了 它的貼紙也是一個很好分辨的方法 正面這張貼紙 然後你反轉 你這樣看它的時候 你會看到是非常之順滑 是沒有任何的一些泡泡的 每一支都是沒有泡泡的 因為如果黏得不好的話 你會看到這張貼紙的後面 它會看到一些氣泡的物體 那這個呢 就是黏的時候那個技術問題 還有它後面這個貼紙 是會寫著Made in England 然後它會有一個它產品的標誌 那這個標誌呢 就是給Jomalong的員工去 可能計價錢 或者是點貨的時候用的 那後面這張貼紙 其實是可以這樣打開的 總之是一些介紹和一些... 它不是寫英文 不知道它寫什麼 然後Jomalong正面這張貼紙 它就會有金邊的 它這個金邊是你怎樣刮呢 都不會刮得走一些東西的 我剛剛這樣刮完之後 你會看到一張紙巢了 而不是金粉沒有了 但是如果是假的話 金粉是可以立即被刮掉的 那所以剛剛說的 就是可以從外表上去分別Jomalong的真假 那另外還有最後一個方法 可以分別Jomalong的真假 但是這個方法可能就是適用於一些... 比較靈敏 或者是你對中藥香水某程度上 都有一點熟悉的朋友 才可以比較形容到 就是去直接聞它們的香味 因為其實每一支香水的香味 用的成分不同 它們的成分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就算只是差0.1毫升的分別 它們的香味都可以差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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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是其實這個只是屬於前吊而已 但是因為還有中吊和後吊 如果你噴上身 你經過30分鐘之後 100%會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剛剛這支韓國版的 它噴出來的味道真的很相似 當然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這個可能是你的鼻要靈敏一點 你可以立即分別到 但是如果你的鼻不是那麼靈敏的話 也不要緊 你只要等它的中吊和後吊出來 你就會知道是完全不是那回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先去Countdown或者去Shop裡面 試了真正中吊的香水是什麼的香味 然後你再上網購買 這樣就可以減低被騙的機會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 分辨真假中吊香水的小提示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香水或者關於中吊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所以我盡我所能回答大家 如果有的話 可能會再拍一些 關於香水的更詳盡的影片給大家看 這段影片絕對不是幫中吊和龍賣廣告的 純粹是 我是由中吊的員工 變成中吊的粉絲 對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大家喜歡我分享的話就給我一個讚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多謝多謝多謝 Bye 2 2 3 2 2 3 3